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那么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这个美国名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分系统 那么请问万博士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分数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进名校来说 进所有的这个大学的申请其实都挺重要的 但是好像是这个美国的名校会有自己的一套打分系统 是跟我们平时认知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吗 对的 其实呢 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很多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的家长呢容易走极端 要么觉得是我就通过一个特长我就能进名校 要么呢觉得就是我什么样各方面 我都要每一个项目我都要做到极致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其实都是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对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录取的整个的侧重点啊 一个衡量孩子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把握呢 不甚了解 那当然也有一样的也有这样的家长很聪明啊 他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难道就是只是凭借招生官的一时的自己的兴趣 是吧 包括咱们之前分享过几期这个招生官的一些访谈节目啊 那么他们在他们看来好像真的就是说通过某一两个孩子比较有特点那就录取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们父母这一辈是经历过中国高考的这些移民家庭来说更是这样 那么这个分数呢 其实如果要让他公平其实分数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当然了没有任何一个大学他有一个相对全国的统一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学他会呃非常僵化的呃只是去遵守一个所谓的一个打分标准 那么更多的学校的话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灵活度我可以根据每个孩子呃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特长我来进行这样的决定 也就是说招生官的权力还是很大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招生官相对来说他是比较遵循了一些学校的评估的标准 那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计算公式呢也不完全说是某一个学校呃某一个具体的专业的一个呃具体的一个评分 或者说是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然后你就一定能够上到某一个大学啊 我见这里要声明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曾公开呃宣布过他们的这个评分体系和评分标准 嗯那么更多的话呢是通过我们跟一些招生官的交流呃通过我们历年的一些申请的一些经验呃的一个综合体呃的一个综合体呃 那么这个分数本身的话呢可能价值不是特别大但是他的价值在于说是通过让你看到他的一个权重比嗯让我们能够更加呃具体的在指导孩子在做规划的时候能够知道重点次重点能够有一个呃 权重的分配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家长呃省一些时间或提高一些效率达到一些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呃 指导意义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分享那么首先烦请导播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第一张图啊嗯那么呃第一张图的话呢这是一个综合图表啊综合图表的话呢大家看看它分为基础项目和增值项目啊那当然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具体展开首先的话呢第一竖栏是这个叫呃考察项目啊 啊这个考察项目里边它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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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体育特长 第二是定列第一的超级录取 这两个都是18% 然后就是课外活动 然后就是SAT 然后就是GPA 课程难度是吧 这个是占到其次的 那么你通过这几项 其实跟大家之前 万老师跟大家反复强调的 也差不了太多 因为体育特长占到18.51% 这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体育特长 那你就直接把这18.51%删掉就好了 当然这个体育特长的话 也不是说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鼓励你搞体育了 是吧 我带过很多体育特长生 说实在的 我觉得搞体育比搞学习累多了 你真的有拿冠军的那种 努力的那种镜头 你去搞学习 我相信你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是不是 对 所以真的是这个体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 那当然在你的整个高中申请里边 你有非常大的加分作用 但是那我们搞体育的家长 你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你光有这18.51%也不成啊 嗯啊 也得看你是有多厉害的这个像谷爱玲一样拿到一个奥运冠军就直接搞定了吗 嗯 对不对 那你看你只占18.51%啊对不对 你后面其他的呃像这些个小的分数看似不起眼 但是其实各个也都很重要啊 那这里边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呀 这就是万老师反复强调的规划里边最需要规划的东西其实就是课外活动了 嗯 嗯 往往我们接触的很多孩子学习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 全A的啊是吧 SAT满分的之间大家有一期节目还记得吗 18门一批课的孩子对不对 对 所以学习成绩的这个东西呢 反而是他只占到了百分之GPA占到了百分之9.26%啊 那么课外活动啊是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 所以这个课外活动的规划和准备 你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包括还涉及到你专业的这些选择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里边万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记过有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讲过啊 我说领导力特别丰富的孩子 往往在文书方面没有那么在意 往往是那些什么活动都没有成绩也不行的那些人 甚至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文书准备上面 甚至说啊万老师你这个文书不行 我得再找八个教授帮我孩子改 哎呀这个文书就决定了我们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 甚至说我们家孩子上不了好大学 就是因为文书写的不好 你看看文书占百分之多少 嗯 百分之2.31啊 百分之2.31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如果你的课外活动 咱们中国还是那句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是吧 如果你的成绩够棒 你有足够的特长 你活动领导力项目很多 那你这个文书还愁写吗 不愁写 我的感觉就是越综合实力强的孩子 在文书方面跟我们的沟通啊 运作呀更加的这个更加的顺畅 而是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孩子 是越是着急 越是觉得这文书怎么着都不行 我得找八个教授改都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 所以呢他就越是担心 越是心里没底 反而是如果在高中四年里边 你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有丰富的领导力经验 对应着你申请表里的每一个项目 你反而就踏实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只占了2.31%的一个比例啊 那ICT ICT一直在强调 咱们上期节目还在讲ICT 它的比例还是高达11.57% 所以我再次强调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说我不要SAT 对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他们说的从来都是你申请我们学校 如果你没有SAT 你也可以申请了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申请 对 对 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啊 你看这个比例非常高的比例 还是占到了11.57% 如果你家孩子的GPA 不是特别理想的话 那SAT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 那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特殊加分项目啊 哎 怎么美国也找关系了 什么父母关系 家庭地址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父母关系什么意思啊 校友啊 捐款啊 是吧 那这些也是可玩而不可及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要看你们家的ZIP Code 你们家这个区的犯罪率 你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所以我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了 很多很多我们家长呢 就是说啊 我就为了卷啊 卷的说啊 我进最好的高中 你进最好的高中 你问问你这最好的高中 一年能出几个哈佛耶鲁斯坦福 是不是 你去那当个凤尾啊 还是去当个鸡头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这个咱们之前的节目 我估计有段时间没讲了哈 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美国的鸡头凤尾论啊 这个我记得在三四年前咱们讲过啊 这个鸡头凤尾论 教练争章 那当然跟是体育相关了 极特殊的咱们就不讲了啊 是吧 你说你是总统的孩子 你是州长的孩子 那是又有关系在里边了 当然不是说州长去搞关系去了 州长不需要搞关系 那大学 我上次节目讲了 斯坦福哈佛 他在寻找什么 在寻找未来能当美国总统的人 未来能当科学家的人 那州长家的孩子 他就是有更大的可能当州长当总统啊 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美国的很多政治家族 是吧 都是父亲是政治家 那孩子也是政治家 所以这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资源 但这个资源并不是就一定是贿赂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这张表格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接下来的话呢 我还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一会儿跟大家讲 好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大家首先要对这样的一个分数 还有它的分布 它的分门别类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今天也谢谢万博士 来给大家这个讲的这么具体 那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是直接来联系文美集团 来联系询问万博士的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 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朔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好的 下面我们请万博士来具体的 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 打分计算的公式到底是什么 好的 有请万博士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具体跟大家分享 这些具体的指标 详细的打分分数 那么翻请导播继续分享 那么首先呢 刚才咱们提到了院校 那这个最知名的院校 高中院校那他会有一个四分的 加分 那么一般的学校 那么可能就是零分 美国的一般的名牌大学是三分 但这一点呢 我不是特别同意这一点 所谓的四分三分零分论 那么我刚才有声明 这是一个给大家参考的一个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那么 所谓的知名与非知名 到底有多少所学校算知名 非知名 其实每个大学 他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就讲这个课程难度啊 课程难度呢 他分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AP国际课程 那就是IB了 还有就是荣誉AP课程 荣誉课和AP课程 修一般的课程 也就是说有个基础分了 你修一般的课有分 两年只修五门以下 那就没有了啊 所以你看之前 咱们之前节节目里我也介绍过 这个包括上期这个特殊特特别节目的时候 有家长也问啊 就是我高中申请 学多少门AP课有竞争力 你看 现在就说的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目标是前二十 前十的这些顶级名校 我建议你修十门加以上的AP课 那说的是AP课 那你基门 十门加以上的AP课 再配个五六门的荣誉课 基本上你这部分分数20分 你就可以拿到了 对 是吧 那在下边呢 光看难度了 也得看质量啊 是吧 那下边呢 GPA4.0 20分 19分 18分 17分 16分 这个分值就 就是很细节啊 这个就大家参考一下啊 总而言之 就是我需要最多的AP课 我需要最好的权威的成绩 就是就这样 那课外活动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 全方面的表现突出 竞赛多次获奖 参加参与 下校担任领导角色 坚持志愿者义工 30分 你说这里边哪一项不是万博士反复跟大家讲的 没错 看家多项竞赛活动 校内活动 创办领导至少一个组织 万老师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要在学校成立自己的助力部当创始人 对 是不是 暑期学习组织中的骨干成员 下校有一点兴趣参与度 是不是 这就下边分就更低了啊 所以这里边俱乐部志愿者义工这些个 对不对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那你说咱们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吗 当然是少数民族 是吧 但是问题是说 你在大学里边还真不是少数民族 是吧 那次看那个统计数据 哈佛大学的亚裔比例高达33% 那你是多数民族 是不是 仅次于白人40%多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少数民族在咱们亚洲人这 你不能用人口比例来 呃 衡量啊 那 咱们再看下边 呃 体育特长 体育特长 呃 运动员 比赛中 呃 这个获得这个主力啊 什么之类的 校队啊 是吧 这些个 那当然你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名次 全国的名次 州的名次 是不是 那超级录取 哎 看这超级录取是什么呀 这刚才大家讲了 国家级的获奖啊 国际级的竞赛 万老师没跟你们讲过吗 PICT 美国学者奖学金 呃 AMC数学竞赛 USACO 嗯 是不是 这些哪个没跟大家讲过 科研项目 出版 出书 出论文 万老师给大家讲过没有 绝对讲过的啊 各种资源 都给大家提过 呃 这当然后边这种东西 又是属于特殊情况了啊 演电影的演员 父母是名人 政治家 教育家 是吧 这个我刚才讲了啊 这个是还有捐款 40分啊 哈哈 是不是 这个比例也不低啊 这就叫超级录取啊 对 那么呃 这里边有详细的啊 你看这个家庭地址 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看你们家的地址 你是申请本州的 还是申请外州的 那大部分学校 他都 你毕竟在人家州做生意嘛 对不对 你尤其是私立大学啊 你毕竟公立大学就不讲了 肯定是 本州学生居多了 那私立大学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倾向啊 所以有些家长问我 万老师 我们家这目标是耶路 目标是斯坦福 我要不要搬 搬到学校附近去 我说你要有这个条件 可以啊 进诸者赤嘛 对不对 进诸者赤啊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作用在里边的啊 但是这个分数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算一算你的成本 是不是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教练的征招呢 这个运动队 这个足球队啊 什么之类的 这就属于教练 因为这个美国的体育招生呢 他分了tier123啊 他有不同的这个阶段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啊 要看教练的在这个学校里边的权利啊 教练你的特特殊的权利 好吧 所以呢 基本上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图片呢 就是希望呢 给大家一个感觉 一个非常具体的认识 让你有一个大概的 你不用看他具体是20分 40分 15分 8分 6分 这个呢 可能对咱们的参考意义不大 但是呢 通过这张表格呢 你应该大概心里边更清楚 说 他的一个占比的比重 以及针对你们家孩子 哎我学习成绩好 那你就完成了这个9.26%的这个分数 我能拿到 对 是不是 那课外活动这13.88% 你也是可以拿到的 嗯 那我刚才说了体育特长啊 超级录取啊 这里边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 对不对 但是SAT啊竞赛啊 这些东西也是你需要努力去拿到的 嗯 是吧 那这几个都是排到前几名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 一直在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呃 你的学习成绩是你的基础 是你的敲门砖嗯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你在有非凡的创造力 领导力 社会责任感 这些方面的一个加持 那其实说实在的 大学录取也没什么新鲜的 嗯 但是往往存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直要和孩子做一个对抗 啊 做一个什么样的对抗呢 我接触了很多孩子 就是说他 学习成绩好 那用一句比较北方方言讲啊 那就是说 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啊 我学生我就是要学习 我学习好是特别关注的 但是往往就忽略了呃 课外活动啊 义工啊 领导力啊 社会责任感的这些项目的一些开展工作啊 就导致了他整个的不平衡 那这也是在亚裔的呃 申请者里面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现实情况啊 所以呢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作业就是每次开会 我甚至都得给孩子用留作业的形式来告诉他 你得给我做什么样的义工 你得参加我什么项目 你得在学校怎么怎么搞 哎 孩子一听是作业 哎 这个词 哎 他愿意去做 哎 老师给他布置作业了 但是说哎呀 你自己去搞吧 往往呢 搞着搞着就搞忘了 哎呀 又帮这个没时间弄 帮那个没时间弄 其实美国大学申请难 难主要就难在你要同时准备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每一个事情其实说实在的 你都是需要更早的准备时间 甚至你说体育特长 超级录取这些东西 竞赛这些东西 你甚至可能在五六年级七八年级 你就要开始做准备了啊 所以有些家长问我几年级开始 那我觉得最经济实惠的是从九年级 但是如果从家长家里边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五六年级其实是更perfect 更完美的一个时间段 来给孩子做一个更长久的 包括从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特长的这么一个 起点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我觉得效果其实是更完美 所以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任何一个取得成功进到名校的孩子 他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的成员有可能是他非常优秀的父母 给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划 也有可能是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教育顾问团队 是吧进行支撑 那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全方位的不能顾此施比 是整个申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吧 能够给我们的家长带来一些启示 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数性的百分比的这么样的一个占比 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对未来给孩子做规划 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谢谢大家 谢谢万博士 今天的这些节目非常的具体 而且我觉得这种具象化的一些数据 还有一些这样的一种方法 其实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 所以呢大家就说不要认为 就是我在学校拿到了这些成绩 我最终可以用同样的成绩去来申请学校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这个今天 通过万博士的讲解 这个应该了解的 当然如果是说大家还是对于 这个计算的方法呀 还有就是说自己缺失的部分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都是可以直接来咨询万博士和文美集团的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好 那么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 斯坦福及耶鲁等多所大学 开设了新学院及各种的专业 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请万博士 接下来为大家解读 这个新开设一些专业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种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跟大家这么讲 我说在美国尤其是这些顶级的大学私校 那么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司企业来看待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公司企业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他势必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盈利的能力 是否一定也会考虑到他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受欢迎 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来讲 那么他的产品是什么 他的产品是学生 他的这个质量是什么 质量就是学生毕业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是吧 所以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这些名牌的私立大学 是希望他的每一个毕业生 在毕业之后能够成为在各行各业有名的人物 那从而提振这个学校的知名度 从而帮助他进行招生 那么这个知名度不仅仅体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科学的领域 比如说你当了总统 你当了名人 你当了科学家 你获得了诺尔贝尔奖 或者你成为艺术家 或者说是你成了亿万富翁 那这些都是对学校带来巨大的声誉上的影响 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招收到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所以这个学校进行一个非常良好的运作 也包括体育特长生 那大家知道这个体育特长生 其实进到大学之后 他的学习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可能没有整个的在校生活的五分之一 甚至是更低的时间 去学习 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打比赛 也就是说学校给了他一个成为大学名牌学校的学生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学生付出的代价就是代表这个学校 不断的出去打各种联盟的比赛 其实都有同样的这么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那我们就明白 那么作为任何一样的一个机构 他要考虑到他的以后的生存 那当然了这些大学都是所谓的非盈利机构 那他都是他的所有的 他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并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去赚钱 他不考虑他的现金流 对吧 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的概念 那么今天咱们讲的所谓的新增大学专业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好比是说一个公司 他为了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他要不断的去创新 开发自己的新产品 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这家苹果公司 是不是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 那么他是靠生产电脑来维持生存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创新力不足 或者说他的产品不够理想 甚至濒临破产 在这个时候他就寻求创新 那我去搞手机 而且搞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触屏手机 从此一直辉煌到现在 有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他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 那么对比苹果手机二三十年的历史相比 那么这些名牌大学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那这些上百年的名牌大学 他也必须寻求创新 那我刚才讲到了一点 就是说他的产品是学生 学生毕业之后要适应社会 要走入社会 要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在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而不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 所以那势必这个从大学的角度上来说 他在人才培养方面 他就是要紧跟这个大学的整个的 就是要紧跟这个社会的整个的进步和发展趋势 那之前其实咱们在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关于不同地区的大学 由于他所在地的这个商业环境不同 而导致了他的优势专业有所不同 比如说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么全美排名第一的计算机的心脏地带 那就是硅谷 旧金山北加州的硅谷 那么围绕着硅谷地区的几所学校 普遍计算机专业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不仅仅是计算机非常强 甚至像边缘的像一些风头创业专业 也都是非常强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那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土壤 那么学校就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才能保证 他得到就业 那比如说纽约又是一个时尚之都 金融之都 那么所以跟时尚设计金融有关的专业 往往在东北部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那同时学校去研究这些专业 那反过来由于很好的商业环境 也促使了这些学校在开设这些专业的时候 具备了更多的优势 但总而言之学校也在不断的紧跟社会的变化 去寻找新的东西 来适应这个社会的进步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学校 开设新的专业 包括最早最早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像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耶鲁大学 最早的时候 他们哪有几百个几十个这么顶级的专业呢 没有 他们最早的时候都叫学院 都是哈佛学院 耶鲁学院 哥伦比亚学院 只有这么几个专业 都是从小到大逐步扩张 学院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开设新学院 开设新专业 从来都是这些大学 从诞生那天开始就在逐步完善 逐步壮大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所谓的开设的新专业 并不是临时的一次性的一个项目 是一直在发生的 那么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些新的学院的专业的开设 那对于我们申请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首先这就是一个资讯时代的一个信息的价值 如果你能够比别人先人一步 知道这些大学新开设了哪些专业的话 那就有可能你先去申请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竞争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 如果竞争力没有那么激烈的话 那是不是你这些名牌大学的录取机会就变大了呢 对吧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刚刚发生的 那么当然它是不在今天咱们讲座的范围 因为它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专业了 它已经开设了十几年 快20年了 但是在刚刚开设的支出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弱的 那就是纽约大学的职业教育学院 纽约大学的职业教育学院的话 在开设之初知道的人非常少 但是它又属于最正规的学院 是纽约大学八大学院之一 所以考这个学院要比考它的登商学院 要比考它的其他的学院要荣誉 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你可以先进去之后 再转学到其他专业上 也是门槛非常低的 我前一阵就有一个学生 他的GPA只有3.4 而且只在纽约大学这个学院读了一个学期 就成功的在GPA3.4的情况下 只读了一个学期的情况下 就顺利的申请转到了它的文理学院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说 转到了它的最核心的这个学院部门 那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学院 会并入到某些大学去 包括纽约大学的理工学院 它其实原来的就是纽约理工大学 后来逐步并入到纽约大学去 是吧 那么它的招生门槛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也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Bernard学院 Bernard学院 那么它呢最开始呢 也是独立的一个文理学院 到后来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部分 大家通它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掌握了这些资讯 在往往在开设这些专业的支出几年的话呢 它的升学率是远远高于本校的其他专业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热门 也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原因 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个更多元化的一些项目 那也是当然这些项目呢 我们今天讲肯定讲不全 因为有很多的学校 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 那其实每个大学就是3000多家企业一样 无论是公企还是私企 他都要寻求创新才能对这个社会紧跟社会的步伐 是吧 那么你一定要紧跟去他的官方网站 去他各方面的资讯 关注这些信息 其实对我们择效策略申请策略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以下我就挑选了几个 我觉得有代表性的 而且就是我认为是非常紧跟 时代步伐的这些专业 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康奈尔大学的房地产专业 那这个大家知道房地产专业 在美国其实开设的并不多 它属于一个跨学科的专业 它是本身是这个专业 它是融合了像建筑城市规划 里边还有经济学管理学 法律法规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的开设其实是这个是 就往往就是由于校友的捐赠 是他1972级的一个本科校友叫Paul 捐款3000万美元 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院系 是吧 那么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知识和学历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新成立了一个叫也是房地产 是一个它不是这个成立学院啊 而是在它的设计学院里边啊 房地产大家刚才我讲到了也有提供到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的啊 它有一个房地产硕士啊 房地产硕士也是在它已经是在去年2022年秋天已经开始收学生了啊 第一批学生2023年也就是今年秋季会正式的入学啊 所以这是哈佛大学 那么卡内基梅隆大学新增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硕士 大家知道最近很火的AI啊 那么这个专业就叫 Maste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AI专业啊 就是AI专业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紧跟现在科技最前沿 大家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啊 非常非常棒 然后下面是芝加哥大学啊 它是一个叫Position Health 叫精准健康管理专业 精准健康管理专业啊 也是2023年秋季第一批学生入学 那么纽约大学的话呢 它是刚才我讲了纽约大学新成立的职业教育学院啊 那么这次它又新增了专业而没有新增学院 它是量化经济学硕士项目 量化经济学啊 这个呢是由文理学院和Stand商学院联合办的啊 那大家知道Stand商学院进去太难了 它的录取率甚至低于哈佛啊 但是呢 他们搞了这么一个交叉项目吧 因为经济学属于文理学院 那么Stand的话呢 它又是更偏商业实践啊 所以它弄了一个量化经济学 是由文理学院和商学院共同来打造的啊 那么耶鲁大学啊 耶鲁大学的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啊 那么它呢 是在整个的耶鲁大学里面相对来说是 呃 比较小的一个学院了 那么它呢 这个要开设这个全球事务的本科 全球事务公共关系政策的硕士 本科硕士 还有研究生 博士这几个项目都会进行招生啊 那么而且这个 它要求的这个项目呢 有一定的要求 它是说你这个本科的这个项目 你要大二之后才能申请啊 就是因为它是刚开设嘛 所以不对大一开放啊 就是说优先对 因为是优先对本校的大一大二 没有定专业的学生先进行 开放 那么此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呢 它是聚焦这种环境科学气候和可持续发展 那么这个呢 然后也是他斯坦福70年来第一次新增这个学院 那么新增的这个学院呢 是由几个学院的部门共同支持 那是由地球能源环境科学森林 什么能源土木建筑工程 这些东西共同组建的这么一个学院 来聚焦到关于环境科学气候可持续发展这些学院啊 那么好 我今天时间关系啊 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节目下半一段可以跟大家还有几个学校再跟大家进一步分享 好的 谢谢 谢谢万博士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能够去掌握哈这些大学的一些动向 其实对我们的同学们和我们的家长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咨询文美集团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万博士来给我们讲讲 其他的新增的一些学院和专业 好的 继续给大家讲 那这个很多 但是还是尽量多给大家一些消息 那么下面的一个学院的话叫范德堡大学 范德Wanderbilt也是美国排名15名左右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也是非常棒的学校 那么今年三月就在本月 它也是官方宣布新增了气候研究的相关专业 就在今年秋天会开设 那么新开设的这个专业 这个是它是包括了 也是包括了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探索社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以及气候给人们带来的挑战 你看这些都是紧跟现在最热的这些话题的 大家知道全球气候变化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生活 包括各地的无论是有的地方水灾 有的地方又非常的干旱 导致了这种全球气候的异常 那么我想它的这个专业的开设就是在研究这些东西 那么此外它还除了新增这个专业的话 还新增了辅修的一个专业叫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那这个不是作为一个学位课程 而是专门是做一个minor你的一个方向 研究的一个课题进行选修 它这里边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 它是从人文社科角度 人文社科的这个领域来进行分析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 新开设了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 这个专业早在去年已经在咱们的大学申请表里边 已经有所体现 就在昨天这些学生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今年就正式入读了 那么所以大家知道航空航天工程 也是未来在外来空间这个角度上来说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 包括各个国家都在这个领域采取了非常极端 非常强大的一些手段来进军这个领域 无论是在太空规则的制定 还有是太空各种探测设备 未来外太空的探索 都是大家竞争非常激烈的 我想这个专业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而且这个它上面也非常明确的讲 这个专业以后的就业方向就是航空航天系统设计与制作 包括美国的NASA航空航天管理局 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联邦国防组织等政府机构 都是可以去从事的 那么此外的话 这个南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 它还开设了这个是法律方面 开设了一个新专业叫法律研究专业 就叫Legal Study Legal Study这是一个本科项目 那么Legal Study的话 估计未来也是为同学们考法律 进入读法学院进入一个新的准备阶段 所以这个专业的开设 我觉得对很多想理以后励志当律师来说 应该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广泛的 跨学 横跨科技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一个职业选择 会很多的这么一个专业 而且他说不仅仅是会直局 现在是成为一个职业律师 所以你看 你会发现这些专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他们都很多进行了一些交叉的学习 也就是说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交叉的这个培养 交叉的人才的培养吧 所以这些个专业的话两方面 一方面它是非常具备这个紧跟时代 紧跟社会动态社会需求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非常的有这种交叉特色 那么这种交叉特色其实也反映出来 现在整个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一个人才的需求 那就是说需要你在各个领域要尽量多的有一个丰富的知识储备 那么这个知识储备的话能够方便你在以后应对你的主专业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想在这个面对这些新兴的专业的时候 在我们的择校的过程中应该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所以我在这里边建议大家知道基本上3月3今天是这个月底了 那么基本上未来的整个的2023年的秋季入学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么对于即将要开始大学申请的孩子们 如果你是今年秋季进行大学申请 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说在申请的过程中 你可能感兴趣的叫计算机专业 你可能感兴趣的叫国际政治专业 你也可能感兴趣的专业叫经济学专业 但是我告诉你孩子 跟这个专业名字相关的各社专业可能高达10个8个甚至更多 所以不要简单的说我现在就定下来这个计算机 我就读这个 其实我建议你应该好好的去登录你喜欢的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 仔仔细细的看一看每一个专业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计算机怎么计算机还有计算机和business相结合的专业 怎么数学和金融相结合了 人工智能怎么和心理学相结合的 这些最新的五花八门的这些专业可能会打开你的另外一个思路 让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职业规划和申请的策略 那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走向有一个更加清晰具体的负责的判断 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你找到了一些相对比较新开设 而且知道的人相对比较少的 那么也意味着竞争没有你想象的 你就是读计算机就是读这个经济学竞争那么激烈 那么可能你的录取率也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在整个的2024年度的大学申请的过程中 这些新增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资讯 对于我们提高我们的整体的录取率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 所以这个在这里的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那么这些实时的这些新的学校的专业的变化 我们也是要紧跟它的一些变化 能够采取自己灵活的应对策略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这个确实这个掌握一些动态 了解一些信息对于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谢谢万博士这个在每个星期都跟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动向 并且给大家做出指导 那么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还可以直接来咨询万博士和文美集团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腾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今天谢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 在每个周五的美西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